萧忠举作为朱以最为倚重的谋士,平日都是以一副风度翩翩的姿态示人的。 但如今他四肢折断,嘴角流血躺在担架上,如同一个废人一样。 这是怎么回事?朱以愤怒地咆哮着。 回殿下,萧先生是突然出现在大门口的,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 一名仆人壮着胆子说道,你还愣着干什么,还不快去请大夫,去宫里把御医请过来,朱以双目通红,好像要吃人一样。 而萧忠举虚弱地躺在担架上,张了张嘴,发现自己已经说不了话,于是努力地抬起胳膊。 萧先生,朱以三步并成两步,一下子来到萧忠举的身边,眼中含泪。 请萧先生放心,我一定替你报仇的。 朱以语气正重,态度坚决。 萧忠举此十口不能言,手不能写,真勉强笑着摇了摇头,示意自己并无大碍。 其实他心里明白,这件事与楚丹割脱不了干系,因为围攻他的人虽然都用黑布蒙住脸,但其中一人他却认识。 那人便是六扇门金牌捕头之一,唐斩。 当日,萧忠举派出月春秋和段罗前去袭击寒山寺后,心中始终觉得此事定然万无一失。 因为他特意将血鹰给段罗带上,相信有了此物,就一定可以解决掉击针,挤圆这两个和尚。 到时候整个寒山寺内所有人就根本没有反抗之力。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,寒山寺中竟然出现了一名膳食飞刀的高手。 不仅将他们的安排搞砸,更重要的是此次出手却是无功而返。 只是死掉了一个几元,而目标人物却安然无恙。 得知消息后的萧忠举立刻往京城赶去,他担心这里面是有别的势力插手其中。 当他一人一马行进到京城郊外时,突然感觉到一丝杀意。 不好,有埋伏。 还没等他调转马头,无数的箭矢便从林中射了出来。 萧忠举箭状立刻俯身下马,躲在马匹之下。 可怜的马儿就这样被射成了刺猬,但萧忠举也换来了一丝喘息的机会。 可这样终究不能长久,逐渐地就连马尸都都快被射烂了。 于是萧忠举一把将长剑抽出,一边挥舞格挡,一边冲进林中。 这时一名手持大刀的蒙面男子从林中跑出,朝着萧忠举砍来。 哒!萧忠举持剑阁挡,却感到一股聚力袭来,手中的长剑都弯曲成一个弧度。 不好,对方的实力很强。 蒙面男子的刀法伶俐,一朝一世都是被奔着萧忠举的要害而去。 萧忠举此时心中焦急,对方明显有备而来,在暗中还不知道埋伏了多少人,若是继续耽搁下去。 最后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 所以边打边退,有意脱离战斗。 而蒙面男子却不给他这个机会,步步紧逼,一直追着他打。 疼! 一根提前埋在土里面的绳索被拉出地面,将后退的萧忠举半倒在地。 蒙面男抓住机会快步上前,疯狂地挥刀砍出。 萧忠举根本没注意到脚下,结果一不小心就被蒙面男抓住了机会。 当!当!当! 蒙面男连砍三刀。 萧忠举单臂持剑,经受不住如此巨大,长剑脱手而出。 如此一来便没有了反抗的能力。 蒙面男将大刀放在萧忠举的脖子前面。 束手就擒吧! 别以为蒙着脸我就认不出你是唐斩。 萧忠举大喝一声。 嘿嘿,你在说什么? 唐斩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,直接一把将其拉起,同时示意手下给他加上锁链。 唐斩! 你们六扇门这是想干什么? 萧忠举知道自己逃脱不了,只能老老实实地让人将自己捆上。 我们可不是六扇门的,再说我也不是唐斩,你认错人了。 唐斩当然不能承认自己的身份。 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,唐斩是不会亲口承认的。 你不承认也不行,我记住你了。 萧忠举依然叫嚣着。 唐斩实在被烦得没招。 直接一个手刀将其打晕过去。 带回去关进密牢之中。 唐斩纷纷跟着而来的银牌捕头押送萧忠举,自己则是先走一步,朝着京城而去。 等到萧忠举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身处一座监牢之中。 浑身上下全都被铁链锁住,动弹不得。 来人啊!来人啊! 任凭他怎么呼喊,都没有出来。 就这样被关了三日之后。 突然,牢房的铁门被打开,几个蒙面人走了进来。 你们是什么人? 萧忠举急忙问道。 可这几人却丝毫不理会,直接抬起手来对着萧忠举的四肢就打了过去。 咔嚓! 一声惨叫声从萧忠举嘴里传出。 其中一人眼疾手快,一把薅住他的舌头,用小刀一划,就将一片舌头割下来。 呜。 萧忠举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狠,明知道他是二皇子朱蕊的幕僚,这样做真的不怕对着皇族吗? 这楚丹哥是疯了不成。 此时的萧忠举十分凄惨,手脚全都被打断,舌头也被割掉,双眼无神地躺在地上。 到现在为止,他都没意识到,楚丹哥究竟为何要对他下如此狠手。 几人在做完这些事情后,便拎着萧忠举走出秘牢,沿途走过六扇门总部也丝毫不避讳, 仿佛就是让他明白,此事就是我们六扇门做的,你能怎么样? 就这样萧忠举被几人丢在了二皇子朱蕊府邸的门口。 与此同时,陆官奉楚丹哥之命前来警告朱蕊,正好挑着这个时间点。 前一天晚上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死事基本上全都折损了。 萧忠举不在身边,朱蕊只能派出这些自己花费大量心血培养的死事。 结果却中了楚丹哥的圈套,而他又没办法将此事闹大, 毕竟身为皇子,豢扬死事乃是大罪,有损皇室脸面。 没等他从愤怒中停息下来,结果又看到萧忠举这副凄惨的模样。 那一刻朱蕊再也忍不住了,他只觉得楚丹哥实在是欺人太甚。 不行,一定得出这口恶气才行。 朱蕊低下头对着萧忠举郑重地说道, 萧先生你放心,我一定替你报这个仇的。 萧忠举没有了舌头,不能说话,只能不停地摇头,眼神中透露着急切。 殿下,萧先生这是有话要说。 一旁的管家上前说道, 废话,我当然知道,快点想办法将萧先生的意思表达出来。 朱蕊愤怒地说道, 殿下,您看要不然把毛笔绑在萧先生的手臂上, 这样就能写字了。 管家想出一个办法。 看着萧忠举那凄惨的样子, 朱蕊有些不忍心这样做。 但萧忠举却是点了点头, 同意了这样做。 晚安。 本来会的 mould脸是提高小的雨天丽 Odケ卓。